割下豪大的胆子 胆大宝天 还不放开我家家主 就不怕死吗 只要你敢动我家家主一根寒毛 天上地下都服你容身之地 这两大地圣后期强者 看向了秦辰 须发结肠 杀气腾腾的震怒万分 他们有这样的资格 论战力 他们是一座城池中最顶级的 而且他们的身份也有 都是天悦城和古悦城的掌权者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要挟过 两位前辈说笑了 晚辈秦辰 胆子其实小得很 所以啊 还请两位前辈退后一些 不然晚辈万一一个哆嗦 捏爆了两位前辈子侄的头颅 那就不好了 秦辰冷笑说道 众人都是择舌 这家伙还说自己胆子小 你都在地圣后期的强者面前顶嘴了呀 还说胆子小啊 薛家和顾家的两位家劳脸色一沉 心头狂了 秦辰见他们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简直是放肆 两个人目光冰了 森然地盯着秦辰 憨声了 小子 恐怕你还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吧 干伤我薛家和顾家的少主 就算你有天大来头也难逃一死 不过 看在你还未动手的份上 只要你现在放开我家家主 并且当场认罪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现在 你 跪下 两名家劳看着秦辰声色聚厉 满头黑发猛然的杨栋 根根都是缠绕无尽的规则 轰隆作响 威猛无比 轰那一声 属于地圣后期特有的威压洗来 有若是天神出世 凡人只有膜拜的份 他们忌惮秦辰拿着人质 并未强势动手 而是释放气势 要震慑秦辰 击溃秦辰的心智 救下少主 轰隆的一声 一股无法言喻的可怕气势当国 在场的凡圣经 都是脚下发软 甚至是一些地圣高手 都有些撑不住 这两大家劳实力太强了 乃是地圣后期的高手 盖世强者 在地圣境界中 绝对已经是最顶级的高手 可以称雄 秦辰怎么大 广场外 商古空 古药大师等人 已经赶过来 全都露出了担忧之子 他们站得那么远 而且不是主要的攻击对象 都是腿软得要死 差点跪下来 秦辰怎么可能挡得住呢 地圣境界 一步一登天 差距太大了 而立东宇则是露出了冷笑 想不到天悦城和古语城的高手都在 这下那小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秦辰死在这里 无法干涉他和奥清灵之间的关系 完了 完了呀 这秦辰完了呀 哎 竟然是得罪了天悦城薛家和古语城顾家 就算是有再大的背景 一下子得罪这么多的势力 也难以讨好啊 什么 天悦城和顾语城啊 这小子还杀了灵剑宗几名弟子的 恐怕熊多吉少了 哎呀 如此天焦啊 以凡圣境界就能击败薛家和顾家地圣少主 未来必然能够大方光彩前途无量啊 可惜啊 心情不成熟 太莽撞喽 人群颤抖着 窃窃私语 在两大地上后期舞者的威压之下 所有人都纷纷的后退 远离秦城 双腿发软 差点跪下 就在他们以为秦辰也要被气势所震慑的时候 什么 所有人都震惊 只见秦辰依旧傲然着力 根本就没有推软跪下 这怎么可能 区区凡圣境 哪怕你是凡圣境中的王者 甚至递着 再无敌的天骄 可差了那么多境界 薛家和顾家的家老 一个气势 绝对能够碾压的 竟然是无动于衷 此此还是人吗 秦辰他当然是 但是他体内有时间本源 有神秘古书 甚至见识过圣主 见识过魔族 遨游过岁月长河 这是何等的 集天地造化于一身 别的不说 光是时间本源 从本质上来讲 那也是超越圣主级别的宝物 你一个地生后期 就想逼圣主跪下 这不是开玩笑吗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秦辰 已经激活一次 拒锤虚影了 得到了部分 拒锤虚影的认可 在这广场之上 受到气势 自然大大减小 这两大家老 若是全力出手 虽动规则 又或者是力量 或许可以将秦辰 镇压在此 可是想光靠气势 就将秦辰碾压 简直是吃人说梦 两位 你们吓死我了 秦辰目光一寒 身上圣元 确实涌动 轰的一下 恐怖的力量 透过了五指 一下子涌入到了 薛星云和 顾七尊的身体中 两个人顿时惨叫起来 眼珠突出 四肢舞动 如同田击一般 凄厉惨叫 痛苦不甘 两个人的蹊跷之中 开始留下了些信 额外的凄惨 出手 两大家劳 震怒了 脸色却是变了 秦辰停下来出手 目光冰冷 愣笑说 两位前辈 晚辈可是说了好几次了 晚辈坦子小 两位前辈若是这么吓唬晚辈的话 晚辈生怕一个不小心 将两位前辈的子侄的头颅都捏爆了 那就不好 两位觉得呢 众人都快疯了 这种时候秦辰竟然还在威胁两大城池的高手 这家伙神经真就这么大条吗 两大强者心中的冰寒 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万一秦辰发疯将两位少主给捏爆了 他是无法向家主交代的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 罢了我们 薛星云和顾七尊惊恐颤抖地说道 脸上全都是纤细 忘了你们 倒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们冒犯了我 乃是大逆不道 为了惩罚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我要抽掉你们身上一半的地上本 秦辰脸色冷笑 身上涌动气息 恐怖的力量一下子涌入两个人的身体中 是什么 你要抽掉我们身上的地上本源 你敢 不要 两个人咆哮起来 疯狂地挣扎 但是没用 恐怖的力量涌入到两个人的身体中 两个人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 一道到本源之力 从两个人的身体中被抽取了出来 家老 救我们啊 两个人充满了惶恐 必胜本源 那是一名地上的根本 如果被抽取了一半 那么两个人必然是根基大损 就算是将来能够修炼回来 对修为也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到极高的境界了 钱力大减 他们两个都是各自家族的少主 怎么可能甘愿承受这种事情 住手 两大家老脸色大变 轰的一手就要冲杀过来 诸位 这里是我苍玄城 几位在我苍玄城大大出手 太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了吧 突然 一道灰红的声音从城主府的方向传 轰隆一声 整个苍玄城的天空一下子变天了 城主府中一道道身影暴力而出 领头指正是苍玄城城主 奥列 轰隆一声 奥列整个人飞上了高空 化作了一片火烧云一般 惊人的气息如同汪洋 裹挟着狂涛骇浪 一下子镇压了下来 那两名家老脸色大变 身形急忙后退 身上的气息涌动 被这一股力量先飞 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形 虚空中 一道人影落下 正是奥列 夫妻 奥清灵顿时激动地喊出了声 这奥城主总算是出来了 还以为他能忍到什么时候 秦辰目光一闪 淡定了下来 秦辰小友 将这两个人放开吧 奥列对着秦辰说的 秦辰淡然一笑 停下了地上本源的吞噬 随手将两个人扔了出去 砰砰两声 扔在了地上 就跟扔下了两团垃圾袋一般 淡淡等 竟然奥城主开口了 完美自然要给面子 那就多谢小友给老夫这个面子了 奥列大笑一声 小子 不要失望 本座是在就地 奥列的声音传来 你若是真杀了天悦城和古语城的少主 本座也保不住你了 这片地狱恐怕就没你的苍身之地了 你是强者 你说了算咯 清真淡淡一笑 穿音道 大人说的是 不过 本少他也不怕他 如果给城主大人惹麻烦了 本少以后一力承担 不会给城主大人添麻烦 小兄弟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奥列 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我奥列的恩人 我奥列 岂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呢 不过 你来历不凡 自然不怕这些人 但是你麾下的古中派和古药堂 可就未必挡得住这些人的报复了 更何况这里是我苍旋城 这些天悦城和古悦城之人 在我苍旋城里撒野 是小兄弟你出手 让他们知道厉害 就算是我苍旋城成了你小兄弟这个人情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本座揽下了 奥列 话音落下 不再和亲臣交流 而是将薛星云和顾其尊 一下子扔给了两大家楼 两位 你们的人 在我苍旋城大动干戈 本座的人 给了他一个教训 也算是应该 两位就此离开吧 我苍旋城不欢迎几位 奥列 冷冷说道 欧城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两大家楼各自接过一人 检查薛星云和顾其尊的伤识 发现两位少主没有生命危险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随即 怒气声道 他们的少主吃了这么大的亏 就这么算了 奥城主 我天岳城和阁下 沧玄城 情水不犯河水 今日 我天岳城少主 在沧玄城被人打伤 奥城主不给个交代 说不过去吧 没错 顾其尊乃是我顾家少主 却在这里被人住伤 奥城主 你给我让开 不让本座杀了这小子 本座无法向家主大人交代 奥城主 死死也伤了我们灵剑宗的人 这笔账怎么算呢 那救下了运清除的地盛中期巅峰 武者也走上前来 回身杀气腾腾 怒喝说道 一时间 三大势力对着奥猎 同时发难 这风云变坏 让场上所有人都变似 刺力 太刺激 前所未有的刺激 秦城一人 镇杀了三大势力天教 结果惹来三大势力的报复 谁知道 苍玄城的奥城主出现 立扛了下来 现在 三大势力发难 奥城主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这可是天悦城 古语城 灵剑宗三大势力 天悦城和古语城 在云州也算是最顶级的城市 虽然比不上仓权城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而灵剑宗呢 更是云州顶级势力 在云州的威名 不在仓权城之下 这三大势力发难 恐怕奥猎城主 都难以抵挡 他会为了秦城一个少年 对抗三大顶级势力吗 众人不明白 同时众人也疑惑 之前奥城主 竟然称呼秦城为小友 这奥城主什么人物啊 绝世帝圣啊 帝圣后期巅峰的强者 帝圣中的霸主 竟然称呼一个 樊圣静的天教为小友 小兄弟 这其中的态度令人沉思 怎么算 本座还没朝你们算上 你们却先来问本座怎么算 奥猎目光一沉 猛然地抬上 轰轰一声 整个仓权城 对时无尽的红光声道 一道道的震光之力 如同极光 笼罩住了整个仓权城 一股令所有人 毛骨悚然的杀气 一漫而出 这里是本座的仓权城 你们在本座的城池中 耀武扬威 本座还没找你们算上 你们却找本座来了 这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 给本座关 奥猎城主冷喝道 清晨目光一沉 这奥猎城主竟然是真的 将所有事情都揽了下来 他心中疑惑着 这其中必然有自己 不知道的原因 不管如何 奥猎城主的确是出了面了 清晨心中 也是略带感激的 否则 他必然会陷入危机 当然 清晨敢这么出手 自然是有把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